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大行朗诵情景剧《诗意中国》献给最可爱的人 走进中部战区 给官兵们带来了一场饱含深情又充满激情的视听盛宴 此次演出以缅怀革命先烈 致敬民族英雄 欧哥伟大时代为基调 共划分为续曲 星火燎原 雄关漫套 迪丽前行和军歌嘹亮五个篇章 通过诗歌朗诵 情景表演和经典红歌演唱等艺术形式 热情欧哥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 集中展现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 由弱到强的奋斗强军之路 我们这次走进军营就是在致敬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士 我们用诗歌来呼号 来吹响我们的进军号角 要时刻警醒 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 把这种红色精英传递给他们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 一句句深入人心的经典诗词 始终接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的艺术形式 增强我们这个军队的打仗 打胜仗的这种信念和信心 精彩分成的节目 不仅给官兵们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还让官兵们接受了一次 非常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 我们要组演新时代新要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新的征程中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纵任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而努力奋斗